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日本现在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政策 基准利率来到0.1% 那么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之下 恐怕会让一些高负债的企业面临到打击 那么接下来恐怕是会有高达63.2万家的企业 是会面临到破产的一个危机 另外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设厂 那么量产的时间点是出现了不断延宕的情况 那么原本要跟着台积电也到当地去设厂的一些供应链 现在很多至少有5家开始要打算延后设厂 甚至已经出现了喊咖的一个情形 对台积电接下来的一个成本 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呢 另外回答在这一次的GTC大会 推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 不管是动作啊 一些行为都是更加的一个仿真 那么也带动了相关概念股 在台股当中呢 在今天都是大涨演出的 另外印度的班加罗尔呢 被称为是这个印度的戏股 不过现在却面临到40年以来 最严重的这个水荒 那么包括台积电呢 以及伟创其实也都有在当地落脚 这些跨国企业 接下来是会面临到出走的情况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南台科大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金周刊顾问林鸿文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有明哥 日盈终于是终结了 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政策 不过日盈总裁呢 和田之田河南呢 他就说他在短时间 是无意要快速的升息的 结果呢这个升息的消息一出来 反而日币的部分呢 竟然是不升反扁 对 重点是说不会在短时间之内 大取的一个升息 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一个观光客松了一口气 日元不会大幅的升息 第二个的话 日本的僵尸企业不会喘了一口气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没有未来很大的一个 利息负担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这一次3月19号 全部 全世界的人 其实基本上都在看 因为之前就已经在酝酿 到底是要升还是不升 YCC要不要结束 这个所谓的殖利率曲线的一个管控 所以很多的一个人 在观望的情况之下 日币就从150 这个附近慢慢的贬到了145左右 这个消息一出来了之后 比如说他有提到 确实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从负的0.1升到 大概0到0.1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其实他只是放宽 但是重点强调就是说 他不再怎么样 不再大幅度的一个升息 没有快速升息这样的一个条件 市场上会暂时把它当成是一个 利空出境来解读 未来之间的话 到底应该要怎么看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情形有点就像美国 在三年前在做的事情一样 就是我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结束了QE 但是我不再买债了 对不对 但是我也没有要从市场上 大幅的把资金给抽走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日本的一个状况 稍微比较不同 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样 那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的话 日元马上利空出境了之后 就又贬到了这个150到151 对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 有跟各位来分享过 就说日元只要一贬的话 日股就会涨 结果4万点 就4万点 涨200多点来到4万点 好 那现在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这里要做评估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日本的大型金控的一个高层 有提到说4万点 基本上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日股就像这个民国 70年当时的台湾 1990年的一个香港 处于所谓股市的一个起升段 所以并不会受到升值的影响 日股还是看涨的 这一点我觉得 要用一点时间来证明 所以一天的时候 老实讲也不太能够做定数 昨天这个消息出来 当然及时的反应是利空出境 今天正好碰到日股的一个放假 是他们的春分节 放假的一个同时 我觉得消息会慢慢的 开始在酝酿 所以市场上 全世界的一个资金也在涌动 大家也就在观察 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之后 是不是真的叫做利空出境 还是说很可能 就是日元短时间之内 暂时先观望一下 也就是在150这附近的地方 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 不会大升也不会大扁 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那样的一个状况 对短期来讲的话 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情形 对 因为大家的一个资金调度的话 也就是比较好去运用 如果你大幅度的一个升息的话 很多从之前日元这边借款的一个部分 要快速的一个还回 会导致全世界的一个金融市场的话 就做了一个大地震 日股也是 但是会不会像70年的台湾 1990的香港 这一点我基本上是存疑 不管今天你讲的大型金控 是台湾的大型金控 还是日本大型金控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现在4万点对日股来讲 要变成是一个地板起涨点的话 你的日元应该要扁到160才合理 对 那你现在如果没有看到日元 大幅扁到160的条件的话 那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去喊 4万点是地板 我觉得会稍微有点风险 延迟过早了 对 那第二个的话 日本的国内的一个旅游业都认为 台湾的旅游业者认为 民众都偏好复日旅游 除了熟悉亲切感以外 汇率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汇率能够维持在现代的话 当然去观光的一个人潮 还是不断的一个涌现 那我们统计出来 2023年去年赴日旅游的人数 回升到疫情前的一个八成 所以可见疫情之前 很多人就去日本了 对 现在已经首度 突破了5兆日元 住宿费这一块的话 是从29.4大概升到了34.6 但是购物费的话 从34.7降到26.4 所以就变成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效应 已经开始扩散 就不光是住宿 购物 甚至是体验文化的一个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消费额的一个状况 这一张图其实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均消费再提高 人均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其实旅游人数不是下降 但它人均消费也下降 但是日本的话就是 人虽然很多 但是大家花的钱更多 每一个人的平均消费额也变多了 最近的话当然就是 接下来就是日本的赏音计 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噩梦 等一下我们会去说 因为你光在机场排队 可能要出关 你就要花两个小时以上 日本的学者认为说 今年可能带来1.14兆日元 大概台币2394亿的一个商机 是去年的6160亿的两倍 两倍 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日元 根据旅行社JTB 对2024年的一个预估 大概还有373万的一个外国旅客 在散音期间去日本 然后外国的旅客 每日的人均消费 就我们刚刚提到 从3286日元 然后高于去年的 28580日元 所以人均在提高 那樱花经济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反正每年就几个大事 就是年初的时候看樱花 然后秋天的时候看枫叶 大概就是这两个 那樱花当然人数更多 所以樱花在盛开的时候 衍生出来的服务需求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商家 全部都是大爆满 好 刚刚有名跟有提到 现在日本马上要迎接樱花 很多人会到日本去赏樱 但是对日本来讲 他们应该很高兴 大家去当地会花钱 为什么你刚才会说是噩梦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 去到日本这个地方 真的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看 我们常常跟各位分享 比如说日夜谈看到很多的路客 会很开心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商家 就开始有生意可以做了 然后民宿就一间一间开 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的一个旅客 他也很开心 很多东西就一直很澎湃 在一间一间如雨后春水 可是日本人真的30年下来 从那个泡沫经济下来 他们真的很不喜欢 他们过的是那种我觉得 不要去以东京或者是大阪民谷物为主 我们应该是说整体的一个日本 相对来讲的话是保守 从泡沫经济以后 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好莱坞当成美国 我们也不要把东京当成日本 现在的旅客集中的地方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 尤其像京都 京都各位你要去分 日本又有分关东跟关西 关西的人又不是很喜欢关东的人 就是那种金板神的人 不是很觉得很讨厌东京人 东京人也很讨厌金板神的人 所以这些京都的人又觉得自己 是有文化的一个素质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常常抱怨这么多的观光客 卫生的问题或者是沼闸的问题 像他们JR线的车站前 永远都是大排长龙 然后再来的话居民也认为说 你这样子拥挤的交通 尤其是以京都的街道的规划来讲 是仿造我们唐朝的古城 所以他们是棋盘式的 他们的街道其实并不是很宽 比较小 比较小一点 对 如果车子多的话对他们俩确实不方便 影响当地人的生活 对 京都的话当然抱怨会更深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的民情 又跟整体的日本又有一些差异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旅游胜地 就是山梨县富士河口的 这个河口湖附近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 我去年有去过 然后那个地方 尤其是要去看富士山的 真的碰到了那种 你光是排电缆车等等 那个都要排了至少两个小时 我跟各位讲两个小时真的是保守 我大概下午差不多两点多去排 到五点我上不去 后来我就放弃了 三个小时还上不去 我上不去 我真的上不去 后来我就放弃了 因为排太长了 如果各位有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跟网友 应该都有去看过这个 河口湖这边有一个车站 那个叫厚斗 厚斗就是他们的博托店 然后他的这个店名的名字 叫做不洞茶屋 为什么叫不洞茶屋 因为他这是有点纪念五田信玄 那个风铃火山 不洞如山的那个风铃火山 那五田信玄其实他那个卖的 后斗这个地方卖的那个面 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刀削面 或者是你把它想成这个 刀削面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是他们又 后斗又叫做宝刀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初五田信玄 平常在行军时候吃的军粮 用宝刀去削出来的那种 刀削的那个面 有点像我们的那种 各位面疙瘩的那种感觉 然后配合南瓜汤 但是去的人 我大概排了 没有到一个小时 45分钟 还有配一些马肉的一个菜 这是当地的一个名菜 老实讲没有那么好吃 对 但是因为你加了文化的故事 你把五田信玄放上去的时候 那就一定要去朝圣 在日本的北海道 这个小专市 发现居民也挤不上公车 所以很多的地方 包含像非法营业的 一个白牌计程车 整体来讲日本还是守法 白牌计程车有 但是不多 日本大致来讲的话是守法的 但是这些观光客确实对 不管各位你去看 这个金板神也好 山梨县也好 北海道也好 现在日本的大阪府这个地方 就有特别提到 他们在讨论 是不是要像巴黎岛一样 课征所谓的一个征收金 就是类似旅游税 最新的研究的话 日本现在的晴雨表 就东京23区的平均房价 确实已经开始在上升 日本人又不喜欢去做房子的投资 所以这个地方上去对很多的租屋成本来讲的话 这个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刚才有名歌 但我们看到 日本是结束了八年的负利率 现在基准利率升到了0.1% 当然为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企业 带来了还款上面的一个压力 我们说到日本台湾民众出国旅游 这个首选当然就是日本了 不过我们要请教朱老师 中国大陆的民众 现在很喜欢去一个国家是新加坡 是 如果从数字来看 你这觉得很夸张 去年跟今年二月份去比较 居然整整暴增八倍 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馆 就在这几天发了一个消息 告诉你说 注意到境外 即便是合法成立的赌场 你去赌博 只要你是中国公民 一律都是犯法的 所以境外赌博也违法 对 新加坡有两个合法成立的赌场 好 那你不要以为 他只是针对新加坡 他讲的是境外 不是只有新加坡 是通通都算在内 而且他跟你讲 欢迎中国公民在海外看到的话 举报 让大家检举 当然他是说因为蓝赌 告诉你说如果蓝上赌博 你会家破人王 亲离子散 表面上是这样子的消息 可是如果你在对应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喜欢到新加坡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 中国有很多的有钱人 都往新加坡去跑了 好 所以今年二月的时候 新加坡开始在拒绝这件事情 你要来这里设家族办公室 我不准理 可是同一时间 别人别的国家的公民申请是OK的 所以只有针对中国大陆 是的 因为新加坡政府也意味到一件事情 你来我这里不是真的要投资 你很可能是洗钱 赌博其实的背后 很多其实也是洗钱 为什么呢 我是中国公民 我到了一个国家去赌博 因为你是合法赌场 我就假装在这里输了很多钱 所以我回国去之后 说我在某某赌场输了 要把钱汇过来新加坡 要把钱汇出去 对 利用这样子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中国外汇管制很严格 所以这样子就合法洗钱了 是不是在以前澳门 台湾某某明星的男朋友 他们没有结婚 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表面上是开赌场 事实上都在帮人家洗钱 洗什么钱 当然很多都跟贪污有关系嘛 中国这两年 在开始做所谓的医疗反贪 因为中国的医疗贪污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 讲个实际的例子 很多年前 我到中国去坐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就跟我讲了一个笑话 就说有一个爆发户 上了计程车之后 就跟司机大哥说 载我去最花钱的地方 我要摆阔 结果这个计程车司机 就把他载到医院门口 很讽刺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又巧立各种名簿 跟你收钱 你看现在出事的这个是谁 工程院院士 够大分了吧 金水潭医院 可能知名度不是那么大 但是以骨科来说 他是中国排名第一的 结果这一次 因为贪腐被收财 贪腐 对 而且在贪腐的 去他们家收的过程当中 六个小时 从他们家找出 四五亿人民币的现金 光在他们家就这样子 他一定很多藏在其他地方去的 而且因为这个田尾 他事先没有想到会到他身上去 所以人家在搜查的时候 居然他吓到大小便市境 事实上这不是特例 因为光去年 中国医药界的高层 包含医院的院长或是党书记 就高达174位 跟前一年暴增的两倍 好 表面上看起来 这本来就该抓 对不对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 你看光田尾这样这个例子 收到的现金就四五亿人民币 那对中国国库是不是大丰收 是不是 我一举两得 对不对 表面上我去医疗贪腐 我可以收买人心 第二个国库是不是因此 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吗 好 那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根据中国 这是中国的这个数据公司 他们去查 居然中国的医药公司 你卖药的这个成本当中 居然有五成是销售费用 这销售费用也太高了 照理说不是应该就是研发等等的 那这个销售费用是什么呢 原来呢 其实你这一生要不要用我药 我一生可以决定 好那我想办法 我是药商 我就想办法贿赂你 所以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贿赂的钱在里面 只是他当然不会公开贿赂 他用各种巧利明目 最常看到的 我开学术研讨会 你来出席 我就给你一个出席费 更多的是招待海外旅游 我说我在某某国家办一个 比如说我在日本办一个 学术研讨会我邀请你去 说穿了我就是招待你去旅游 所以你看这一家公司 超级夸张的 这个叫柯瑞德这家公司 一年营收不过九亿人民币而已 结果他的费用居然是 占了他的一半以上 好 再来就是他实际上 居然一年之内可以办 一点八八万场的研讨会 平均一点五十二场 一天五十二场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他五十二场就怎么办 这我已经完全超过理解 好更夸张的是 你以为他是一个多高明的制药公司 不是 他根本就是在做仿制药 就是我们说的学民药 专利过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学问 你又不是新创做新药的 所以说穿了就是借由这些费用去 收买医院的这些高层 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我们再看到中国还有另外一个 也很特殊的现象就是 以前大家讲到中国城市 一定讲北上广深 这四大城市 一级城市 对 可是现在风水轮流转 居然有人发现说 怎么我倒回到乡下去 因为中国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都到 离江贝景到大城市去讨生活 以前都觉得 哎呀我从大城市回来了 就很恰压这样一景还乡 结果后来发现 他从大城市回来之后 他原本在他这个乡下地方的同学朋友 居然过得比他还好 穿戴都用得比他好 对 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做 现成贵妇出来了 所以就这个网友就说 上次在节目就有提到 现成婆罗门 就是很多人就放弃在一线城市发展 就回乡了 对 好那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边的数据你就知道 因为真的是大城市与大不易 光一个居住成本 你看上海 你的四成要拿来做你的居住成本 组绑或脚房带 可是你到一些乡下的地方去 而且这四个城市已经算是 比较乡下的好城地区 也不过就是25% 所以也就是说 白话来讲就是你可支配所得变多了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以前在城市想说 我过年过久就返乡 对不对 结果现在他们觉得 我反而是城市相包含好的感觉 反而是要到这个原本的现场 变成是近乡了 很多品牌常来都到二三星 对 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乡下地方 你不要以为说他们消费力很弱 你就错了 所以你看到很有名的宜家品牌 甚至包含了好有名的包央品 欧苏丹 甚至连星巴克等等这些比较高端消费的 开始都往三线甚至比三线更低的城市去开店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人不得了 真的以前都看小探他们的 好可是回到一件问题是 乡下地方该收入不多 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 就算你说你支出在住的部分少 可是如果你收入少 你消费应该也是有些 为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入 可以去支撑他们的消费能力 好这就牵扯到这个问题 中国这几个都要拼经济 尤其是地方政府 当然也要拼经济 尤其是牵扯到我升官的一个业绩 所以当然做了很多建设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到这些所谓的现成贵妇 背后其实很多都有一些关系的 要么是地方的大官医生的家人 要么就是我在包工程的 所以其实都潜在有这些问题在里面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真的中国的乡下地方 日子反而过得这么好 很大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在这个面向 好刚刚朱老师让我们看到 这是在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再来关心的 这是美国现在要重建整个晶片供应链 但是现在是不是面临到 真的很严峻的一个挑战 我们要请教洪文哥 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说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它量产的时间点是一直在往后延 原本很多就是跟着台积电 也要到美国设厂的这些供应链 现在看到成本越来越高 很多是已经打消念头 现在是不去了吗 是 好我想这个是日经 亚洲他们做了一个报道 之前当然就是台积电Intel 他们在亚利桑那州都有很大的投资 对 现在是delay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有五家公司 台湾有四家 李长荣 然后长春 关东新林 从越科技 另外一家是比利时的 苏薇 这个是做高纯度酸氧水 他们都已经宣布就是说 他们要在当地的投资都要暂缓 这件事情当然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受访的时候都讲是因为成本高 李长荣化工总经理刘文荣他就讲了 他说因为成本飙升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说 先用海运把他们的产品运过去 那就先不盖场了 运过去都比在当地设厂要划算很多 对 一定的 因为就是说 反正你如果要运多少 反正海运就运过去了 另外就是说刚刚讲的 比利时的苏薇 这个公司 他们也讲了 就是说除了成本考量之外 他们也担心什么 台系电跟Intel的扩厂的步伐 比原来预期要慢 另外就是说长春集团 他也缩减 成本也是说高出预期好几倍 从越也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暂缓 从越之前我们在节目也有聊过 他是原本就是打算要 干脆就移到德州 对 我想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新闻来看 就是说当然第一个 这样是成本高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成本真的很高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 更关键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台积电的 整个量产的时间已经往后挪 因为你整个量产的时间往后挪 这些公司会觉得说 往后挪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量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说 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案 他没有当地的客户 来当他的股东 事实上台积电在日本 在德国都有当地 日本是Toyota跟Sony 在德国有三家公司 NXP 然后Infinian跟Bosch 这些公司他们都有 你如果有当地的客户 来当你的股东 他会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供应链 那些供应链也会来支持你 所以这个你在日本在德国 台积电的投资案我相信都会很顺利 因为当地的供应链 就会变成是你的供应链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美国因为投资案 整个百分之百都是台积电 自己拥有的 没有当地的供应链来支持你 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才会那么严重 宏哥如果这些供应链都不过去的话 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他的成本是不是会越来越大 当然这个一定是 问题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又delay了 然后又慢了 所以你其他的这个配合的厂商 也都没有去 如期的去投资 那你当然以后 你得到的帮助就会差很多 所以我想台积电美国厂的 这个投资案 现在看起来问题是越来越麻烦 好美国自己要建立这个半导体的一个供应链 目前来看挑战很大 那么在中国大陆是不是挑战也很大 在美国的制裁之销 再请教宏文哥 现在中国希望在半导体 他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所以华为旗下有一个 这个半导体的投资平台 他们现在计划要来增资 现在传出说 华为依靠政府的这些投资的基金 他们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晶片的一个网路 那么未来就算没有ASMO的光科技 是不是也可以做得出来 是 我想这个新闻也很重要 就是说华为 他开始要建立整个 他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华为当然背后有中国政府在支持 最近这个事情就是哈勃投资 这个公司 其实是华为一直合作很多年的 这样一个投资公司 他现在会把他的注册的资本 从70亿增加到79.8亿 我想这个哈勃 他过去一直就是我刚刚讲投资半导体产业链 所以他在物联网企业服务跟IT服务领域 他都有投资了很多的公司 那他投资将近100家公司 有60家是在半导体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华为把半导体当作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领域 那刚刚那个斐鱼讲到 就是说在做EUV的基台 我想EUV基台应该是整个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封锁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案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他现在中国在成熟制程 他是可以做的 那设备基本上也 现在也都可以进口 可是在这个高阶制程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我想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 他最现在最受限的就是设备 那就我们讲的EUV基台 好的确我们看到 其实华为他现在也是被灰达 是他们在发展AI晶片 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回到辉达来看在这一次的GTC大会 出现了像画面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大军 我们要请教丰路 我们说现在机器人也是越来越仿真 包括他的动作 都是越来越接近真正的人类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反映在台股上 这个相关的概念股都有出现大涨的情况 在昨天他刚刚推出来这一个画面的同时 就因为股票昨天已经先攻了 今天甚至有股票是直接开盘 就直接攻涨停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为了长线的趋势 大家不可否认 AI加上机器人 我们过去的机器人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图形 你现在我们在讲的机器人 它哪里像机器人 哪里像人 它其实都是机器手臂 都是机器手臂 只是它加上了 包括像机器视觉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去辨别相关的产品 然后再去做进行它的一个 自动化的生产 这主要是这样做 但是当它推出人型机器人 这不是跟马斯克的想法一致的吗 马斯克也有马斯克的机器人 那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我要让过去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机器手臂变成跟人一样 可以去替代人类的工作 就是它的一些外观 它的动作行动 都是越来越像真的人 对 其实它真的未来会帮助我们怎么样 去再做很多产线 可以自动化 人形比较容易做 医疗保健 科学研究的相关 都可以利用机器人来做 这是它主要的目的 那它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 其实它软硬体它同步进行 它不是只会开发GPU跟CPU 它还有软体 我们来看它这一次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同时建立拥有 深层式AI 人形机器人的软硬体的平台 硬体也有 软体也有 那其中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它有一个叫 Project Groot 这个的一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可以让 机器人脑部 它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模拟测试之后 它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机器人就可以跟人类 就进行沟通 它也可以辨别人类 人类视觉上面 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 再去做解构 就像我们过去再看 其实最早推出 相关AI服务者是谁 你知道吗 其实是苹果的Siri 你可以跟他对话 有没有 你问他 他也会回你 对不对 其实苹果是错过了 这个风口 他没有想象说 这个东西 其实它可以 无限的一个放大 在发展的上面的话 就是步伐是比较缓慢 它是太慢了 他那时候想造电动车 对不对 好 那拉回来看的话 他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他也配备 可以运行 他的机器人的一个 新的电脑系统 叫做 这个 Jetson Store 那这个部分 他就结合到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 Signance AI软体的 这个Project Groot的 一个合起来之后 等于是把机器人脑部装了一个大脑 我除了可以正常做这些动作之外 我会思考 会像人类这样子思考 没有错 我看过一个最新的一个视频 是这样说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 已经可以做到 你对他下指令说 机器人 请你在桌上帮我找出一个 可以吃的东西 就他桌上陈列的 包括有苹果 有笔 然后有垃圾的 垃圾纸团 结果他说我要吃的 他就从里面里面 拿了一个苹果出来 然后拿给 你的下指令的人 他已经会思考 然后他还可以问你 他还可以问说 为什么你就会拿这个给我 因为其他的不能吃 他可以分辨 这个是比较特别 当然这是未来长线的一个发展 可是他已经把这个东西 做出来之后 台北股市当然立刻就反映 我想他主要的一个目的 在这样子来看里面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软体套组 叫ISAC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 你现在已经会 有思考的工具了 对不对 但你需要有一个模拟的环境 不然你其实你在思考 到实际上 对应到真人的时候 第一个他力道可能控制不好 他拿苹果给你 可能砸到你身上 对不对 他就有一个虚拟的环境 这个叫做ISAC SIM的部分里面 他所有的机器人 未来他出厂之前 他说我会先让他在ISAC SIM里面 进行学习 一定要先学习 这是专门为机器人 打造的虚拟世界 未来我们人类都要 虚拟世界 连机器人都要有虚拟世界 这样可以避免 在真实世界当中 他可能因为学习不够 所面临的一些风险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长线趋势 近期台北股市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新题材 AI真的是从去年5月到 今年现在都已经讲到 都快没有题材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人型机器人一出来 所有市场焦点都放这里 那其实我们在券商分析里面 他有提到 这次的大会 其实他有几个部分 一个叫光收发模组 一个叫议题冷却技术 一个叫机器人 那这个是最不成熟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市场上面最爱的东西 就是新题材 新题材出来股价就先涨 那这里面最强的股票 今天有两档 一档叫索罗门 一档叫广名 好 那我想索罗门 大概都知道 他其实本来就一直在做 机器视觉相关的产品 那他其实很早就跟辉达合作 所以在GTC大会上面 你会看到居然有索罗门的 公司的Mark 然后他也特别介绍 这是他的伙伴 你看昨天一介绍 股价怎么样 他已经有多久没有涨了 年前没有涨 现在已经出现大涨了 年前没有涨 年后也没有涨 世界很公平 总是有机会让你涨 只有这样一个机会之外 他在里面他也有提到 他iSEC里面 你在做模拟的同时 他其实还会应用到什么东西 3D视觉的AQPIC 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叫做机器视觉 他赋予你的机器 可以去看到东西之后 再经过AI的运算 然后去辨认 然后再去分析 然后怎么去做接下来的应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机器视觉 因为他还带动到今天的光学镜头 今天大力光 郁静光 好像也跟着这个题材 开始蹦了一声大涨 郁静光旁盛还涨停 但我们在想市场上最起 所以光通讯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琢磨的地方 对 光通讯是另外一块 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提 因为现在市场加点 全部都在所罗门身上 所罗门在广民身上 那我会要再讲的是 他是主要的合作伙伴 那请大家注意 像这样子的股票怎么追 你看到消息 你一定平常不会注意这家公司 对不对 尤其他去年第四季 基本上是小亏损 所以他全年赚3块 第四季是小亏损 你大概都不会看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笔都不涨 既然整理这么久 那现在才刚才起涨的话 这个就会变成市场追逐 尤其今天你看 他一个大量突破 吃完丑马之后 跳空直接涨停 这个只能去排队 这个我只能说 你只能去排队 这个感觉很像 当时候AI PIN 有一档股票 代表股价英记 还记得吗 股票是蹦蹦蹦 三根涨停之后 报一个大量 整理两天 蹦蹦蹦再上去 我觉得所罗门 有这样的一个气势 那再来就是广民 广民 达民机器人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了 一样也是透过这个 Issing的这个平台 在进行他相关的训练 好 那股价 其实昨天也是一根藏红爆量出来 今天他 你看没有他强 为什么 因为这更便宜 这个更便宜 还是位阶比较低的 位阶一样低 你看他也是都不涨 对 好 那这个是现在最强的 如果要做相关机器人概念 我请投资朋友留意 就是这两档 其他那第二名第三名 今天没涨停的都不用去看 所以要看在相关秩序里面的 比较强势的股票 最强的做 因为这新题材 充满也最稳定 而且他过去都没有涨过 另外就是旧题材 现在AI算力 刚刚都听到 他现在是2080E的电晶体 对不对 比之前再多一倍的电晶体 好 那你算力这么强 那传输呢 传输啊 所以传输是 之前已经大涨一段 像前顶之前大涨一段 爆量 其实我们之前教过大家 爆量还已经休息 对不对 已经来到季线整理了 最近投信小小买 虽然投信都买00939 跟00940 对不对 但他还是有小小买 那重点是 他有拉回过的话 这个可以去做留意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去年大多数都涨很多 涨最少在联群 他也是属于光收发布模组里面 特别的是 他又有制造代工的能力 又有封装能力 还有就是他有个子公司 叫圆捷科技 这个是有切入到细光子晶片 那他也说他下半年 就会最早拿出CPU产品 其实现在所有在讲CPU 其实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没有产品 这下半年会最早 那这一波冲上去之后 他也拉回来了 也整理了一段时间 重点投信过去这段时间 买了3000多张 这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在整个ETF开始休息之后 资金再回过头来看 投信在想 这些我该买的持股都买好 我还不是要买相对的踢拆股 有拉回的话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公司 也可以去做注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 台湾的水情又拉警报了 那么接下来 会不会上演抢水大战 先休息一下 稍后关心